Hello, 大家好, 我是Theresa, 王永賢 上次我們講了Grade A的All Class 我們講了A部分, 以及整體的事情做些什麼 今天我們想講一下B部分 B部分是做什麼呢? 其實是Sight Singing 這是唯一一個部分你會看譜 你要唱Lower Part of the Two-Part Phrase 你要唱底音, 然後考官要彈高音 然後要讓它影響你唱不到上面的部分 例如例如這個 例如這些 例如這裏有兩項 你其實要唱Lower Part的考生 例如 其實我會叫學生 麻煩自己唱這節彈 這是最終的挑戰 如果你走路唱,也能彈到上面 其實都很厲害才行 因為你不要被迫力,還要唱到所有音 究竟如何練習這節 其實也很遲先練習 很危險 我經常覺得 有些人認為是 有些人認為是 例如 視力聲音 甚至是 那些人都不練 即是說,那些歌曲很好 說真的,那些歌曲滿分都是90 滿分也很難 你被人扣,少少分 都會只有80多分 那你的歌曲有十多二十分 從哪裏拿回來的呢? 就是那些歌曲 你點到的 即是你那些音訊和 嘗試要取回分子才會通過 所以,那些音訊是 為什麼要經常叫人們狂 第一件事,當然是 你要上課要拿到分子 合格,你要彈 即是不能貼的 另外,就是 其實我經常說,那些音訊好 那你的歌曲就會好 通常這些音訊不好 所以,那些音訊都不方便會彈得好 所以,那些音訊好 所以,我經常叫人們練好這些音訊 那些音訊 即是,這個音訊也是一樣 好,那這個音訊的聲音是怎樣練的呢? 首先,你唱低音訊是很難的 亦都是由前面的部分開始 例如,其實六級已經開始唱歌 不過,他唱歌的方法是不同的 例如,他給了一個 第二條題目,就是 你會唱這個音訊 他就會彈一個半咒 這樣 也會有一點擔憂 但至少,他沒有 其實,他給了一個音訊很好 有些音訊 讓你唱 但你也要習慣了 除非你是唱歌 其實你不習慣 有人在幫你半咒 尤其是彈琴 是最不習慣的 所以,我們從開始 開始要唱歌 你習慣了唱歌 其實你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唱歌其實是很自然的 而且你唱到那些音訊 你才會彈 那些音樂是怎樣彈 所以,我也很鼓勵 那些音樂是怎樣彈 所以,我們就會由六級或是 練習一些細節的聲音 唱這部分 然後,重點是 七,那個細節的聲音 其實都是 基本上好像八級 不過,你就會唱上部部分 他會彈下部部分 你就會唱上部部分 你也要練習這些 你才會練習八 所以,我會推薦別人唱 Soul Fash 我會推薦別人唱 Soul Fash 即是你只唱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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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難準的 但如果你唱到這個 A minor 我們會唱 Moveable Do A就是La 在A minor 那你就要唱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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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Do Soul Mi La So Fa Mi Re Mi 你要唱到這個Soul Fash 你就會盡很多 一開始我會給自己做一些練習 因為,上課你都沒有太多時間去做 我就會提供題目 首先,我們會經歷了 譬如同一個題目 我們唱很多次 上課 我就會叫你回去唱 很多時候 譬如這個題目 我會唱唱Bass 但我會叫你唱 可能你唱到上面 你不需要彈,但我會幫你彈 但我會想你唱高音的部分 然後我會幫你彈 然後我會叫你自己回去練 你唱不到的音,你一直在唱 你一直在唱 你會把音按著唱 起初你沒有按著音去唱很難 很少唱歌 所以你會回去練習 做得多,很快就會覺得 其實我應該會唱到一些東西 這是練習回來的 但你一定要練習 例如你一個月之前練習 每天練5個小時 其實沒有人會練5個小時 就算你練5個小時 每天練5個小時 每天練5個小時 30個小時應該會做到一些事情 但我寧願是 例如大半年已經 每天做5至10分鐘 今天做一個聲音 明天我會聽一下那些音樂 寧可或是小 或是小 或是小 或是低音樂 你聽得多 其實是慢慢地存在 像是存在錢 即是那些經驗 和錢的都是存在的 像是鍵琴 你練歌多就好 但有些人有臨尾才充斥的心态 在这些文章的声音或文章读 其实是不会发分的 歌曲还可以在最后很辛苦的 但这些是不行的 所以我鼓励大家早点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